剛才我概括了 林鄭月娥是沒有道歉的 所以香港市民是無從原諒 無從寬恕 好了 我們又看看林鄭月娥究竟是什麼人呢? 其實在她上台之前 我其實有一篇文章 就講 林鄭月娥其實在上台之前已經是一身屎 那篇文章叫做《奶媽身上的Case》 就是講什麼呢? 如果大家留意時事的話 你也會知道 在這個西九門 我們叫做西九門事件 就是在上台之前 在西九搞一個故宮博物館 這個過程當中 她將有關的設計私底下判了給一個設計師 那個設計師 看看我能夠找到她叫什麼名字 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但是呢 她這種做法違反了什麼呢? 違反了 這個叫做 幾樣東西的 一個叫做《種族歧視條例》 什麼《種族歧視條例》呢? 因為她判了給一個華人 好呢? OK 第二就是她也違反了廉政公署公營機構的防貪指引 這個防貪指引是什麼呢? 所有採購軍應以公開、公平和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確保承辦商名單上的承辦商 獲得平等的報價機會 應從名單上選取足夠數目的公司參與競投 這個就是防貪指引那裡的 另外呢 這個已經是一個足以讓她入策的 因為呢 如果要再追究下去 除了防貪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公務員行為失當罪 姚順琦啊? 是的好像是的 好像是不是叫姚順琦呢? 嚴順琦 是 嚴順琦 多謝大家 好了 設計師就叫做嚴順琦 好了 還有的 其實呢 她連董事局 就是西九董事局 都是跨過了的 然後之後事後才開會追認她的 另外還有 在她競選特首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什麼呢? 她就找了一些記者回來 然後跟著就跟記者說 這個查序 傳媒高層查序 就說啊 其實呢 這個胡蘇貞呢 沒有能力 做不到事情 跟著呢 就說 六八九就是什麼呢? 沒有朋友 性格有問題 她這種行為呢 暫時我不說她 先犯什麼例子 這個還沒犯例 這是小人 的一種行為方式 就是在一群的傳媒高層那裡 竟然背後說 她兩個上司的壞話 就是曾俊華曾經做過上司的 後來就 不知道做了她的下屬 好了 另外呢 她又跟這些傳媒說 其實她之所以出來參選 是不希望 中央政府到時候 這個曾俊華真的當選的時候 中央政府就會不承認她 那麼 這個說法就有什麼呢? 就有所謂的事實陳述了 就有一個我們叫做廉政公署 有關這個選舉呢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當中 實實聲明 那麼當然了 這些事情你無從追究的現在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你反映出 林鄭月娥在上任之前 她顯示出她一種小人的性格 還有基本上呢 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譬如西九故宮這件事情 又不諮詢 又跨過這個叫做廉政公署的狂貪志印 去做事 是一個很不擇手段的人 好了 接著 當選了之後又如何呢? 當選了之後 第一單 DQ議員 在宣誓的過程當中 這件事情有些人就會這麼說 哎呀 誰叫你宣誓的時候 搞這麼多事情嗎? 喂 但是 大哥 這些宣誓的 就是拿來玩東西 真的已經有好幾屆的歷史了 就是 這個由長毛 初初做議員的時候 就已經在宣誓玩東西了 甚至上一屆林鄭月娥還沒做特首 就是689做特首的時候 都是這樣玩東西的 但是呢 都還沒發生過DQ議員這件事情 直至林鄭月娥一上了做特首之後 哇 這件事情厲害了 你看到她那種學利 那種巨人的進擊 第一件事情先立足攻 DQ民主派議員 這個是不是她的意思呢?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一定是她的意思 但是她 努力地去執行 好了 接著 DQ候選人 就是那些候選人 不是議員 接著呢 就搞一些叫做確認書 然後接著呢 就上去Facebook 找這個人的資料 就說我不信你是支持基本法 然後接著 用這樣的方式 去DQ候選人 後來在立法會補選那裡 也都是DQ了劉小禮 這些呢 也都是在林鄭月娥做特首的時候 是首次發生的 是將香港人的政治信念 變成一個參選的條件 而且我們所謂的 透過選舉主任 來做的刀手 這個也是林鄭月娥的強項 她永遠都是的 就說這個是律政司的事 這個是選舉主任的事 這個是警務處長的事 不關我的事 我就不會越權的 永遠躲在背後 但是其實在背後那個當然是她 接著再有一些 叫做長者鍾援 就將這個長者鍾援 本來是60歲 可以拿到的 就押後到她65歲 搞到民怨沸騰 這個是民生事件 但是你也顯示出 她是一個很min的人 接著還有什麼呢? 國歌法 接著還有什麼? 明日大禹 明日大禹是一個 你顯示出她那種完全是違反 過去港英政府 這個人經常說自己圍觀40年 是港英時代跨過來的 是不是? 她可以完全對一些這麼大型的project 一個她所聲稱的5000億 我們當然知道5000億是一個假的數字 過去香港所有的大型工程 都是一定超資的 這個大嶼山如果超一倍 就是退到一萬億 我們也真的額手清興了 我相信沒有15000億就收不到貨 好了 到了明日大嶼的時候 你也看到她弄權的方式是什麼呢? 不諮詢 等於西九一樣 西九公公 不諮詢 好了 然後接著呢 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她自己在一個突然之間 生出來的一件事情 在特首的施政報告那裡爆出來的 這是完全違反過去港英政府 任何的政策 無論是大小政策 都是由政策科 推上來的 而且是經過了很長的醞釀與諮詢 做了很多沙盆推 推現System Analysis 於是她這些名日大嶼一催出來的時候 就被人挑戰到七彩了 很多問題答不了 你看到林鄭月娥是一個什麼人呢? 種種的所有的Case 你也看到 她是一個 酷利 她是一個 將香港人的意見置之不顧 她是完全自把自圍 剛才所說的吳諮詢 香港人即使反對也好 她也會強行想 但是 也是心術不正 除了是一個自高自傲的人之外 在今次的逃犯條例 就顯示出她是心術不正 好了 那麼 你會不會原諒一個這樣的人呢? 當她完全不肯承認自己 在處理這個逃犯條例當中 是有心術不正的情況 很明顯這是一個策略上面 就是她的所謂的道歉 是一個策略上的需要 我剛才所說的 我最相信的就是 這是中央政府要她在六月底之前 要將香港市民 或者將逃犯條例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也做不到的